珠江新城最近多了一個網紅打卡點 叫做廣州三建套 一到夜幕降臨 都有很多市民遊客在那裡打卡 在高樓臨立的珠江新城是甚麼吸引他們呢? 尹春暉說說 提起廣東三建堡 很多人都會馬上告訴你同樣的答案 陳皮老姜和管草 那你知不知道甚麼是廣州三建套呢? 說的就位於珠江新城的海華國際中心 周大福金融中心 環球都會廣場 三座摩天大樓同時入鏡 市民遊客都曬出時尚大衣 大長腿的打卡照 滿屏都是大片 市民厄坤在附近上班 他說一度下班的時候 K11購物藝術中心東門前的石場 都有100人在排隊打卡 最受歡迎的攝影角度 就是石場的鑽角位 不過要拍出網上的大片 就沒那麼容易了 去年都陸續有 但今年特別多 下午四點多時開始人多 一直到夜晚 就站在上面 然後一個人就拿著機 蹲在那裡 就向上 機頭機位向上 還有他拍出來之後 可能人們看到後果挺好 我們要打開 廣州三件套在社交平台走紅 也吸引了很多外地遊客遠度而來 因為最佳的網紅拍攝位 最近迷閉施工 有遊客在附近拍類似角度的相片 我是從福建過來的 從福建過來的 對 你是從哪裡知道這裡有 抖音刷島 就是一個建築 然後也比較實實一點 感覺在市沒有拍出那種效果 這張郵輪 然後建築在 然後感覺俯瞰很好看 隨著打卡的人越來越多 商場亦都對這個網紅打卡點進行整改 商場的保安表示 每天晚上有幾百人來打卡 大部分都是年輕子女 但由於安保人手有限 他們只能勸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攀爬拍攝 現場亦都貼出警示表悉 剛才記者用尺來量了網紅打卡點的高度 大概是一米七左右 那人爬上去在上面拍照 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的 多人 多人在這裡 確實容易有些雍跡 或者是賤塔這些事故都有可能 而且不斷爬上去 都挺高下的 跌下來確實都很危險 廣州電視記者敏春暉的報道